8月10日 星期六 九哥周报 货币战 号角响起 速速避险 先说说货币战的新闻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认为 如果中国用人民币贬值 去中和美国关税的效果 美国会作出一个有力的回应 他没有提到内容 我估计应该包括从10%的关税增加到25% 或者像以前制裁俄罗斯那样 不准他在资本市场再借贷美元 那也不一定 另外一宗消息说前美国副财长 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有更详细的调查 才正式宣布中国作为汇率操控国 因为他在几个月之前才确定不是 现在突然人家一去七算就是了 觉得太闯绝了 也不应该指责别人之后 又说自己美元太强 可能需要央行干预 也很奇怪 对我来说这些措施是非常进退失据的 又说别人贬值作反制 这也是正常的正常 很简单的 另外前银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 因为货币操控国这个标签 将会令到贸易战升温 即是现在变成一个货币战 人民币必须增强环球角色 以应对新的货币战的挑战 对中国的经济越来越严峻了 甚至乎货币 贸易方面都是这样 重吻一些中期指标 上证指数的周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上个星期 上证跌穿了的五十周 二千八八零七 因为货币战又开始了 确定了中期的弱势 已经顶了很久了 贸易战以至货币战升温 都会对上证以至人民币 都会有压力 人民币现在暂时钉死了在七个一 你预计都应该慢慢慢慢地向上推进 如何制裁这些后报再决定 看看期指 上星期的期指仍然是非常弱势 星期二的早晨之升 就是说最低位25,200 上到26,000那里 到七八八点 并未能够令期指之后的几天 涨到26,200 非常超卖之后 只反弹1000点 可以代表跌势未止 我们下个周初的时候可以看26,200 这个阻力是否支持得住 下面就是25,600 其实就是上次 这是50月的平均线 大概在20,000橙色线 大概是25,500 我们上星期说大肠股全部平仓的位置 就觉得它应该上了很多 但经过日线图 它仍然这么差的时候 我们要修订 会不会在这些水平 已经可能都没办法再涨 如果跌穿了 刚才说的50月的25,500 可能又会开始新的下跌浪 大肠股又继续 我想我们现在就继续这样看 我仍然觉得我比较喜欢它上了一点 起码要上了26,500 10天平均线的水平 才会有更大的下跌空间 另外再看标期 始终是美股的表表者 下个星期我会继续留意标期的 50天平均线橙色线 大概在2938至40之间 之前我们看到它由减息公布之后的急跌 然后反弹0.618 也去到50天平均线这个重要的错误力区间 我们暂时看到它在星期五晚上在那里 果然一上去顶住得很幸 上不回来 但我们仍然要跌穿一些重要的支持位置 包括我现在这样看 我希望它跌到2900以下 这样才有机会再向下 这些技术指标才有机会调向下 我仍然预计这次如果它真的调下 下跌幅度应该拍得住 这个有二百几点二百五十点的话 可能会去到2700点 甚至以下 就会相当下跌幅度 我现在在日线图上去比较 我会初步去看去年第四季的急跌来做参考 那大家就用50天平均线 你看看那次跌穿了之后也是上不回 50天平均线去做一个分水嶺 如果它升过了2940有机会再上回 那暂时大家避险可以先忘记 但暂时来看我会觉得压力会相当大 这仍然我当作是一个反弹 我相信在星期一、二之后就会知道情况是怎样 避险的时候我们要看黄金 始终我们要看黄金 我们在星期六日看长一点的图 我们用月线图去看的时候 可以看到黄金月线图在八月的时候 这个阻碍里面只过了七个工作日 黄金已经上升超过一百元 最低是一千四百多 最高是一千五百二十二 这叫做极度超买 我们看日线图的时候 可以预计这些极度超买的情况 可能会使我们好像六月到七月初的时候 会有这些三十到五十元的横行盘整 这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低买的机会 在上面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获利的压力 甚至乎我们看月线图 我们看以前开始带牛市的时候 都可能会有一些十个百分比的回调 如果我们现在用一个最安全的 用十个月平均线做一个重要支持的话 现在十个月平均线在大概一千二百... 一千三百四十那里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那里 看到十个月平均线大概一千三百四十 现在它算是大概有一百五十元超过 就是说1% 我们不是说有机会回到这儿再买 譬如最近很多朋友都会问 九哥错过了大长金或者大长银 我可不可以买 看着这样的图我叫你买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的成本可能是1270 我上次说大长金 有些1350这个突破位 现在1500买的时候风险是很大 如果你问我买起码要落到1450那些水平 你会有一个空间就要预计 像这些这样的回调才行 或者如果你跟我说 你在看1700、1900的就眉上眼自己买 那这些风险自负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我相信金银会再涨 我经常会提到金银差的情况 就是我们在7月的时候的急跌 现在也反弹了0.5 已经开始向下 我希望它再跌穿87.5的情况之下 会更加可以令到我们相信开始下跌 金银差下跌 我会觉得对黄金 甚至乎白银的上升趋势 更加会看得好些 也要谈谈大长银吧 我们前个星期说16元那里已经急速下跌之后 买了0.5 现在我们在大长银的目标是17.5 上星期已经去到17.26最高 还有2、3毛左右 现在回落到大概17左右 我相信希望这个星期有机会到达 到达了之后就到时再修正目标 我跟同学说20元21元都应该是稍后的目标 我只是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再开始买入 我们再研究看看如何再做 最后谈谈GDX的矿股 这几天继续有获利的情况看得到 盘整之后预计仍然继续创新高 我经常都会说 我们现在以16年最高位的31.79 仍然做目标 现在我们只不过还未超过30元在29.5 那免得应该做1、2元的水平 我们继续希望它可以这样追落后 如果下星期美股有压力的话 黄金以至金矿股也应该是避险市况的受惠者 好 说到这些数字 跟大家说一下下星期就会放假 不会每天都有晚报 或者会作一些简单的总结 在YouTube的社会里 甚至在我的网站狗哥.com发放 大家可以订阅YouTube 另外也可以在狗哥.com留下电邮的时候 可以收到出闻的通知 好了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简短问我会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 拜拜!